外交部长吴钊燮 遭脸书网友留言 说要威胁他还有家人的生命安全 目前恐吓案已经送交警方调查 而外交部官网部长信箱 昨天下午也收到了 同样威胁的信件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诉诸威胁人身安全绝对无法容忍 而吴钊燮早上陪同蔡总统出席活动的时候 身边的随护也全程紧盯现场状况 蔡菲老师 真的好求把空中一语教室创办人彭盟会 讲成代盟会台下的人提醒下 蔡总统才改了过来 因为疫情关系国家祈祷早餐会 回为三年今年恢复举办 在大家的团结打工之下 台湾的各个领域永远发展 也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启示中 站稳脚步持续走向世界 蔡总统大谈自己任期最后一年的目标 这场外交部长吴钊燮也陪同 跟在一旁负责部长人身安全的保留随护 似乎也更谨慎小心 因为外交部在脸书分享吴钊燮 接受法国国家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的专访图文 却有网友在留言区大量洗版恐吓要将吴钊燮全家全都灭门殆尽 即使现场有总统的文案人员 但吴钊燮的随护依旧紧盯全场情况 昨天下午在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官网的部长信箱 又收到了民众的一封恐吓信 那我们同样也会提交给警局来处理 内容都是一样 其实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字眼 就是威胁恐吓 威胁人身安全 诉诸威胁人身安全 这是我们绝对无法容忍的 为台湾发生没想到受到死亡威胁 警方权力查气也同步加强吴钊燮的 伟案措施 记者是防御台北报道